沿着乡行车周边拉起封锁线一旁 还有警车戒备 因为有男子沉失车上明显死亡 打开货车厢全时生活起居用品 警方调查身份发现死者近视昔日 抗议天王柯四海 一年前三立新闻曾独家访问到柯四海 当时他有说有笑 甚至还打赤膊边晒太阳边运动 身体看起来还很硬朗 甚至打算要重出江湖 竞逐花莲县长 不了一年过去了却传出二号 环游二十一号走上八点多 柯赛姐姐到北投建国街上 想说来探视弟弟 没想要去发现人已经没了呼吸 心跳立刻报警 但警消道上发现柯赛已经出现 是将现象出了查看 在死者脚边有呕吐物 身上衣着完整并没有明显外伤 纯粹是一种 这台乡型露营车才不到两平空间 却放着柯赛全部夹当 姐姐让检方透露 柯赛二十号曾跌倒撞到头部 却不愿就医 是否有相关联 还有待检警进一步相应厘釐 协议的抗议天王突然身亡 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关注 这句话是柯赛海的经典台词 站在受访者旁边举牌抗议 是柯赛海的经典动作 打扮成蜘蛛人 还牵狗跟牛去总统府抗议 不然就是在鬼月第一天 伴中回在总统府发传单 柯赛海被称作抗议天王 很懂怎么样拨版面 就算在法院也敢汉人大打出手 柯赛海前科累累 曾因为诈欺跟卫照文书 被通弃路肩服刑 他行事剑走偏锋 是监警眼中的头痛人物 柯赛海多次登记参选 不过他划众取宠的行为 下场当然每次都落选 他早年靠法拍屋致富 最后家产散尽 全部的家当只剩下一台露营车 也在车里结束他充满争议的一生 三日新闻这种报道